如果美国矽股银行倒闭 对香港银行股可能会有以下几个简要影响 市场情绪影响 银行股市场受到矽股银行倒闭的影响 投资者对整个银行业的信心可能会下降 进而影响到香港银行股的表现 资金压力 如果矽股银行倒闭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香港的银行业可能会面临资金压力 进而影响到银行股的价格 资本流动 如果投资者对香港银行股市场失去信心 可能会引发资本流动 投资者将资金撤离香港银行股市场 进而影响到香港银行股的表现 好的 让我更详细地解释一下 首先 如果矽股银行倒闭 可能会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 这可能会导致股市下跌 债券价格下降 以及汇率波动 这种情况下 投资者可能会趋向于保守型投资 从股票市场转移至安全性更高的资产 如现金和国债 如果这种趋势在香港发生 香港银行股市场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股价下跌 其次 弃股银行倒闭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的衰退 这可能会导致企业倒闭 失业率上升 以及消费者信息下降 这种情况下 银行业面临资金压力 因为借款人可能无法偿还债务 并可能导致银行遭受损失 如果这种情况在香港发生 香港银行股市场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最后 矽股银行倒闭可能会引发全球资本流动 如果投资者失去对香港银行股市场的信心 他们可能会将资金转移到其他市场 这可能会导致香港银行股市场出现供过欲求的情况 股价下跌 现在让我再提供一些可能影响香港银行股的因素 矽股银行的影响范围 如果矽股银行在香港没有业务 那么它的倒闭对香港银行股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小 相反 如果矽股银行在香港有业务 那么它的倒闭可能会对香港银行股产生更大的影响 香港经济环境 如果香港经济环境良好 银行业表现强劲 那么矽股银行的倒闭可能会对香港银行股的影响较小 相反 如果香港经济环境不佳 银行业处于困境 那么矽股银行的倒闭可能会对香港银行股产生更大的影响 香港政府政策 如果香港政府对银行业采取积极的政策 例如提供财政支援或实施监管措施 那么矽股银行的倒闭可能会对香港银行股的影响较小 相反 如果政府未能有效应对这种情况 那么矽股银行的倒闭可能会对香港银行股产生更大的影响 国际局势 矽股银行倒闭发生的时候 全球经济和政治局势可能也在发生变化 如果全球经济环境不稳定 例如因为贸易战 地缘政治风险或其他因素 那么矽股银行的倒闭可能会对香港银行股产生更大的影响 总之矽股银行倒闭对香港银行股的影响是很复杂的 取决于许多因素 投资者应该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 我们日后还会为大家更详细讲述一下对经济基因素 大家记得留意 亦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